吸收边、吸收不连续或吸收极限是物质吸收光谱中的极具不连续性 这些不连续性发生在吸收光子的能量对应于电子跃迁或电离式的波长处 当入射辐射的量子能变得小于从吸收原子或其他量子态之一发射电子所需的公时 入射辐射不再被该态吸收 吸收边、吸收不连续或吸收极限是物质吸收光谱中的极具不连续性 这些不连续性发生在吸收光子的能量对应于电子跃迁或电离式的波长处 当入射辐射的量子能变得小于从吸收原子或其他量子态之一发射电子所需的公时 入射辐射不再被该态吸收 当入射辐射的量子能变得小于从吸收原子或其他量子态之一发射电子所需的公时 入射辐射不再被该态吸收 例如,入射到原子上的辐射 其波长对应于略低于原子中K壳层电子的结合能的能量 不能发射K壳层电子 SIGBON符号用于吸收边的符号 在化合物半导体中 不同种类的原子之间的间接形成一系列偶集子 SIGBON符号用于吸收边的符号 在化合物半导体中 不同种类的原子之间的间接形成一系列偶集子 这些偶集子可以吸收来自电磁场的能量 当辐射频率等于偶集子的振动模式时 就会出现与辐射的最大偶合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吸收系数达到峰值并出现基本边缘 这发生在光谱的远红外线区域 在化合物半导体中 当辐射频率等于偶集子振动模式时 吸收系数达到峰值并出现基本边缘 这发生在光谱的远红外线区域 等于偶集子的振动模式 出现吸收系数峰值和基本边缘 这发生在光谱的远红外线区域